今年你吃的很可能是假牛排 大家好 我是柔名霞 自从开始给大家分享运动健康知识 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那除了以前做运动员的经验 我还日常请教营养师 队医还跟诚哥一起搜集了很多的资料 那到现在看到各种食品啊 器材啊 就会问问自己 是不是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做做分享 前两天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产生了一个疑惑 点外卖一份牛排才二三十块钱 自己去超市买块新鲜的牛排 现在一百多这个价钱 好像差的有点离谱是不是 那冷藏贵的牛排价格更离谱了 最便宜的甚至只要9块9 同样是牛排怎么差别就这么大 那是因为这些牛排都是碎肉 加上了食用胶所合成的假牛排 真假辨别很简单 看准配料表 如果有这些字不用质疑 它肯定是合成的 那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 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 做了一个合成牛排的实验 把这些碎牛肉撒上了肉胶粉 然后搓几下 放了几个小时 就变成一整块的牛排 这种假牛排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那首先啊 它会在打碎的碎肉里 会加入这种碎肉的粘合剂 牛肉糕或者压硝酸盐这些配料 那有的会为了让肉变得更嫩滑 就会把肉放在那个压硝酸盐的水里 泡上一段时间 碎肉粘合剂里含有什么 铅 针等重金属 那长期使用啊 就会使人身体里的生化和生理功能发生 障碍非常损害我们的健康 那怎么去辨别真假呢 为了让大家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区别 我买了一块真牛排和假牛排 那先看看形状 猜猜哪一块是真牛排 哪一块是假牛排 真牛排的形状呢 是不固定的 比较随机 但这种拼接牛排 都是会通过机器统一去压制切割的 形状呢 都是非常规整的 它想要多圆 它就会有多圆 然后呢 再让我们来看看纹理 真牛排的纹理啊 是自然明朗的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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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着的 肌肉纤维的走向呢 是比较一致的 不会杂乱无章 肉色鲜红啊 且富有弹性 切开后的肉质和颜色呢 是比较均匀的 那有些假牛排的上面啊 也有纹路 但这种纹路啊 比较杂乱的 而且可能是蜂窝眼 如果用刀把这种假牛肉切开 你会发现里面的纹路也很不自然 有些地方甚至不用切 就化散掉了 那最后说到口感啊 真牛排有牛肉特有的嚼劲 口感柔嫩多汁 而且有天然的这种肉香味 而假牛排肉质呢 就是那种松滑的 吃起来没有嚼劲 切的时候也常常就会切成碎肉 那有些假牛排的香味啊 过于浓郁 是因为里面添加了牛肉糕 或牛肉香精 很不健康哦 再叫大家一个徒手 面热的小技巧就是按压 圆签牛排 因为它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腌制 用手这种轻轻的按压 它5秒就会重新的弹回来 而被打散纤维的假牛排 因为肉质啊 结构已经垮掉 用手指可能这样 一压会出现一个坑 你知道吗 就不会重新的弹回来了 那牛排怎么选 这回你知道了吧 更多运动健康问题 记得问我 我是吴米霞 谢谢 关注